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万分抱歉 是我把两个装着选票的箱子弄混了 等到小野四先生出差回来发现这件事 就已经是公布结果之后了 唉 之前为了防止泄密 特意没有在选票上标记投票的标题 没想到最后竟然会弄巧成桌 啊 不会吧 阎武传新的服装投票 原来真是出了差错 旅行者 派谋 看来你们也得知投票结果了 是啊 不只是我们知道了 我们来的一路上 感觉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呢 这可怎么办呀 沈丽小姐 造成这样严重的事故是我们的责任 我现在就去重新组织投票 一定会把这件事说明清楚 不 小野四先生 请先等一下 事情或许还有其他解决方式 选票弄错的是 目前只有我们这些筹备赛事的工作人员知道 普通民众并没有察觉到选票有什么问题 而且 当大家得知表演赛上会出现流行作品中的服饰 却并没有什么不满和怨言 相反 大家似乎都认为这是意外惊喜 既然我们的目的之一 是让更多人对这场比赛产生兴趣 那么这个差错造成的后果不应该成做事故才对 林华 你的意思难道是 嗯 我觉得不如将错就错 最后的表演赛上 我穿着现在投票结果选中的服饰上场即可 可是这 也太为难神力小姐了 毕竟小说人物的衣服 并不像阎武华服那样 是为了战斗而设计的 没关系 小说里那件风单风格的裙装 造型并不算繁荣 对我来说 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 即使和平日里的装束不同 我也会努力适应她的 哇 林华说是说得很平静 但好有魄力 好 我明白了 既然这样 那就按照神力小姐的办法来办 我们为读者见面会准备的服装 这两天会根据神力小姐的身材进行裁剪调整 保证在表演赛上达到最佳效果 嗯 那就辛苦你们了 林华 要穿着小说角色的服装参加表演赛真的没关系吗 你没有在我们面前勉强自己吧 放心吧 我此刻很轻松 还有些欣喜 之前 一想到要身着华服登上表演赛的舞台 我就难免担心 自己在场上的举止是否足够得体美观 配得上观众们的期待 不过 如果穿着小说角色的衣服 应该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 因为书中那位侦探小姐 可是出了名的我行我素 又酷爱恶作剧 这样一来 观看表演赛的大家 应该也能从传统形式中品味出新的乐趣吧 不 还不止是这样 不如说在我内心深处 也一直期待着有朝一日 能打扮成与平常不同的样子 旅行者 我还记得刚认识你不久的时候 曾听你说过 李悦 蒙德 各个国家的服饰都各有特色 那时候的我 完全无法想象未来某天 自己也能切身体会这些异国风情 不过现在 所有曾经不可能的愿望 都不再遥远了 而且 母亲生前也一直很向往其他国家的服饰 这一次 我又帮助母亲完成了一个心愿 这样想的话 这件特别的衣服 的确可以被称作惊喜 嘿嘿 这么看来 虽然弄错了投票 但结果却是一件好事呢 好 既然这件事已经圆满解决了 那我们就准备去赛场吧 我相信旅行者的实力 等我和小野四先生确认了服装尺寸后 也会前往赛场观看你们的对决的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